来看看新闻网 发布会当天 片方首先公布了 听风者的首款预告片 交叠的密码情报 破译接连上演 留下了重重悬念 虽然从预告片中 无法猜测剧情和角色 但梁朝伟的一番自我介绍 却足以掉人胃口 有特意功能的 街头小公团 有特意功能的街头小公团 因为它是 它是狭隐 但是它有很多特别厉害 简单几句话 梁朝伟就完成了 对自己角色的介绍 不仅特工与混混的双重身份 令人十分好奇 观众更关心 梁朝伟离开他那双 标志性的电眼 要如何才能诠释 片中这个盲人特工 比如说自听语言 或者是用表情 整个人的节奏 去表达那个人的情绪 另外就是有时候 你演戏的时候 你忘了 就已经能不能眨眼睛 然后当你觉得 眼睛很干的时候 其实盲人也会眨眨眼睛 但是你忘了 所以很多时候 不会碰到这些困难 虽然拍摄过程充满艰辛 但随心的梁朝伟 却有自己的放松方式 电影在上海拍摄期间 这位大明星 甚至每天早上 都会去浦东的公园里跑步 完全不担心被认出后 遭遇粉丝围堵 可是你是梁朝伟 就是说你自己去浦东的公园里面 一个人去跑步 那会不会有人认出来的呢 不会啊 我戴帽子 然后我通常都是早上很早 像是七点钟 七八点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做运动的人 大部分都会理你 而一旁的王学斌更是爆料 除了一个人去跑步以外 梁朝伟还常常独自出没电影院 但即使作风低调 却还是有被眼尖的粉丝识破的时候 好在梁影帝不仅淡定 演技更是出众 昨天在他那边跑步也有人 有人在跑步 我弯了一点去跑步 我不跑步 认出来你那怎么办呢 继续跑 然后我当时我投入的决策是 我想象就是不是梁梁梁朝伟 反应如此平静 可见梁朝伟内心之强大 难怪当有记者问及刘嘉玲 最近与富商出游的传闻时 他仍然能够一脸笑容地从容应对 那这样有报导说 嘉玲跟富商出游 那你可能会不开心吗 我怎么会不开心 那连上海开戏 嘉玲会到上海 好 他为什么要来上海 新雨略在线上海报道 好